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說幾宗國安案件 當大家以為社會已經平靜了 大家可以安安樂樂過新年 警方國安處日前搜查黃岳某商場的市集 就發現了裏面有店舖售賣煽動物品 以涉嫌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名 去拘捕了6名反政府組織的成員 其中還檢獲了暴動事件的煽動書籍 宣揚港獨主義的物品 再次揭示國家安全隱患 仍然存在在社會暗角 據報導被捕的6名疑犯年齡由18至62歲 而涉案組織製作和刊印的書籍 內容包括宣揚港獨主義 煽動他人推翻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 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和喪死他人 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而店舖也在市集中 受賣多種印有美化暴力和反政府圖案的物品 包括印有安心出行紅碼和洋村繪本圖畫的T恤等等 上個月 警方才拘捕了一名同樣 涉嫌煽動他人犯法的私影攝影師 違反國家安全法例的案件一宗接一宗 可見那些思想激進的煽動分子從未死心 他們一有機會就會用不同手法去繼續宣傳邪惡的政治理念 今次涉案的旺角商場史澤是青少年集中地 在上市擺賣攤位售賣疑似煽動性物品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以青少年人為目標進行洗腦 繼續散播激進的思想 讓暴力和反動的種子在那些思想尚未成熟 入世未深的少男少女老中新根發芽為社會種下和根 個別有一些香港媒體近年經常有意無意之間宣揚和解 要求萬目復和 甚至質疑今天香港暴動已經完結 為什麼還有些限制還未取消 要求取消禁蒙面規例等等 但是今天的香港社會 是不是真的回復了平靜呢? 隱憂是不是完全清除呢? 貿貿然延要求撤去確保香港社會穩定的措施 都是不負責任和未經深思熟慮的表現 2019年的社會動亂 最大的危害是對法治和守法意識的踐踏 香港社會不單對香港國安法 就算是其他法例都好 仍然充斥著誤解 就以聘用海外律師 來香港處理國安法案件為例 竟然會有意見認為 限制海外律師來說 就是對被告不公平 對此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早就澄清過 聘用海外律師 從來都是著情權的問題 就算沒有人大釋法 這都從來不是絕對的權利 不只希望特區政府考慮 盡快在全港推行系統性的法治教育 避免我們下一代再次被不法之徒洗腦 新任中聯辦主任鄭雁雄 日前離新的時候就說 以香港的天時地利人和 只要自己不要亂 方向不要搞亂 一定事業大有可為 一定前景風光無限 要香港不要亂 法治教育必不可笑